等他这边开始好像 我们再开始 我们再开始 哈啰 大家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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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没有 看这边先 这边start了 这边可以 这边迟一点 就是要等 你要等这边的吗 不是 我们现在等着人家进来 这个like 会delay大概一个十五分钟 对对对 五分钟了 OK 看到了 OK 看到Facebook可以了 哈啰 大家 哈啰 我们又回来了 OK 今天 大家应该是很震撼 OK 刚刚六点了 讲了一连串的 关于到MCO的东西 可是今天我们也是讲关于到一个M 什么M McDonald 什么McDonald 不是McDonald OK 只要相信今天大家都有看到那个标题 OK 所以我们先share一下我们的screen给大家 看一下 我们是谁啊 我们做什么今天又在自己拍着一个live啊 OK 调一下啊 今天大家紧张啊 其实我听了那个消息 我是有点震撼到我 我以为不会真正的MCO 可是原来是会 OMG 可是不用讲啦 我们还是一起再争取最后的多个小时啊 24 24 48 不算是还没有这样少 大概大概50多个小时啊 OK so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一个的 一个的group的名字啦 OK 这个是会delay一个5分钟到8分钟 OK 所以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啦 这个就是我们的JPG group 是一个我们是一个team来的啦 OK 这样还没有开始share之前 就是 呃 还有什么 嗯就是 还有怎么说啊 我要讲什么 就是 OK这个东西咧 啊就是一个sharing information给大家了啦 然后 呃 这个disclaimer啦 对这个disclaimer是 我们今天会跟大家分享所有的information咧 他是foreducational就是一个知识 让你更加明白 OK 当然它不是一个professional advice 直接叫你去做 如果你需要一个professional advice 欢迎你亲自来找我们 可以忘记我们啊 对 我们有电话号码那边 对因为在live里面是很难一次过讲完所有人的情况 所以对我们会尽量 我这里有写到我们会尽肯把所有的information给到最准确的 当然information是一次会update的 对 so鼓励你继续留守我们的page 来收到最update的information 对 so next 就是给大家知道一下 就是这个其实 呃我们就是go by一个team啦 我们不是solo的一个team ok 就是我们是会在KR那边就是focus很多的property ok 总之关于到KR啦 就是关于到物质的东西都是 我们都会去就是如果你有问到我们 我们就会尽量的去解答你的问题 对我们尽量会为你服务 ok是是是是 好 所以我们要讲到进到我们的话题了 对 so刚刚也是一个M 就是这个MOT啦 ok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讲关于到MOT是什么 MOT是什么 MOT是什么呢 MOT是什么 嗯 不要很难欸我要想一个废话很难 不是废话啦 MOT 好 MOT是什么 其实对你来讲MOT是什么 因为我们都不懂MOT是什么 对你来讲是什么MOT 嗯 MOT 如果你们不懂MOT是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MOT的时候 我以为它是什么奇怪的文字 听到property都会听到 对其实我们就是特地去study啦 它其实不是只是单单这个MOT 是三个alphabet的 我们也是 它是真正的一个英文字啊 这个英文字我常常读欸都会click on 这样啊 这个就讲给Nicolas读啦 读一下这个MOT是什么 MOT呢 就是memorandum of 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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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我还是打个cake啦 不要叫我读啦 OK啊 总之就是MOT啦 对很多人都讲free MOT free MOT 这样MOT是什么 不是很多人讲free MOT 是今年去年MCO过后 OK到CMCO到不懂什么M 过后就free一个叫MOT的东西啦 OK 不是最近很多人疯传的 而是这个就是大家都会讲 听到啦就是在project啊 都会讲欸 哇这个HOC under 就是如果under一些new的property 它有term condition 讲这个是free MOT啦 所以今天就大家分享什么MOT 对来 转身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MOT是什么 我刚刚讲了上多 就是 OK 除此之后我刚刚讲的 这样多啦 OK 它其实就是简单来讲嘞 就是一个的名字转去另外一个的名字 这样意思说呢 今天不管你在发展商那边买 或者是在一个二手的家那边买过来 OK 就是OK 就是说它 OK 也认为是发展商有好 或者是 owner都好 我现在要买这个家 所以我需要换名 OK 它就是一个叫MOT transfer 那个名字啦 这样MOT 其实在整个文件里面呢 它是算是五维数 蛮贵一下啦 可是是被手那一个价钱呢 OK 它是在 对 就是五维数的 一个被手那个价 五维数 五维数啊 五 搞过很多人的Sings 对对对 所以 其实也不用这样紧张 就是说 今天 我直接签那个S&P啦 然后我看到这个加温期限 我不要当场给这个MOT 可是其实呢 是不需要的 你需要 你不用当场给这个MOT 可是在你拿手势的时候 你当场给那个MOT 也可以 就是你在Sign S&P的时候 所以S&P的时候是不需要 Directly给的 对 所以我们现在进入到 如何计算MOT OK 就是这个就是简单的一些的 小小的分享 OK 喜欢这些就是一个sharing 给你们知道 就是这个你看 其实我们是有分的啦 就是分 1% 2% 3% 4% 所以你会看到哦 其实那个1%的下面啊 不是2%的下面 有个挂虎 如果你仔细看到就是你看 它是100千 点001 它就算2%了 OK 先给你们知道 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啦 所以我们正式 OK 给你们一些的小小的 一些的case study 对 好来我们正式进入 好 第一个case study 由你来读吧 这个这个算一算的男生应该不出来 OK 就是大概 就是中下他就买一个价格 OK 就是大概一个480千 这样 如果这个480千元的这个MOT来讲啊 这样啊 对你来讲这个MOT是多少percent 我们讲percent先啊 我们先不要讲算先 就是多少percent呢 多少percent 来就是 我们来看一下 OK 就是一个2% 对 为什么是2% 因为它是up to 400千了 sorry 是up to 100千 它就算去2%了 因为它1%就是100千嘛 2%就是400千了 OK 所以它就是2% 所以你会注意到 然后其实它在这个里面 它有一个first跟second 这样first跟second是什么 好 让我来跟大家解释 那如果你买那个的家呢 是480千 SPA price就是你订的那个的价 对 OK 所以第一个100千呢 是乘1% 就代表你是要是1000块 那个后另外的剩下的380千 是乘2% 所以它总共是7600块 so total 你的MOT的钱是1000块 加7600块 就等于8600块 so大概就是一个这样子的 简单的一些的计算法 给你们知道 哦原来是大概一个2%的MOT 在一个400%的MOT里面 大概total就是8600块 对 对 没有到五位数啊 OK 这个还好一点 所以好像刚刚我讲过 就是其实它 五位数是一个benchmark 然后它有可能搞过五位数 或者是低过五位数 所以不用这样紧张 让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 下一个 会不会高过五位数 我看一下 然后下一个case study 这个一个million的 一个million的人 让我来读吧 OK Nikos买了一间高级公寓 价格在100万 请问它的MOT是多少钱 这样刚刚我们就讲到啦 这样啊 那个100万嘛 这个是100万嘛 所以它有没有点00 有吗 应该是没有啦 没有看到点00啊 这样它大概是多少% 来猜一下 猜一下多少%啊 猜一下 OK 所以我们 OK OK 到数三秒就解开吧 OK 3 2 1 OK 好 它就是 再一个3% OK 3%啊 所以就是要用 就要算三次 1% 2% 跟3% 所以就要算三次 来 让我来breakdown给你们看一下 我用pointer给你们看 如果你们这边看到 好 所以第一个呢 100万这个是价格 OK 所以第一个的 100千 OK 第一个100千 是乘1% 所以你是第一个100千咯 就是1000块 所以是100万减了1000 所以100千 剩下的 下一个的400千 OK 你就拿900千 减掉400千 这边 所以是400千 乘以2% 就等于8千块 OK 剩下多少钱 剩下 100万 减掉100千 减掉400千 剩下的是 500千 所以500千 这里可以看到的 500千 4乘3% 就等于15千 OK 所以在这里 你的totalMOT 是1000块 加8千块 再加15千 你就等于有24千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5维数的MOT 对 没错了 刚刚就是讲了 这样我有一个问题要问 OK 这样如果我的家是100万 而且我跟Owner是很好朋友 我们真的是开玩个玩笑 我们买 我们买那个property是100万01千 01千 是算3%还是4% 为什么呢 因为它就是超过100万 总之100万 点点一个0加1 总之有一个就是高过一个100万的东西啦 就是一定是算4%了 对 所以只要高过100万都是要算4% 对对对对 好 好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去一个很大的数目 让你们算到完的 OK 好 来 有请Johnson OK So Johnson跟Nick买了一个家 哇 好我们买半个了 OK 大概是一个三个million 三三百 七十五万 五万 OK 的一个MOT 大概是多少% 就是刚刚都讲了啦 它就是多过100万了 这样多过100万的 那个MOT的 那一个的 percentage 就是多少 多少 多少 OK 不要吃了 OK 就是一个4% 这样就是要给多少 就是要讲算 就是算 这个4次的 对 OK让我来带给大家看一下啊 所以这里你可以看到 一样的刚刚我所分享啦 如果是 定价买下来的价钱是 375万 你第一个100千 就乘100千 1千块 第二个就是 另外的 下一个400千 乘2% 就是8千块 那个另外的 500千 再乘3% 就是15千 都剩下 OK 所以你拿375万 减掉一个million 就是这里啦 你们看到吗 一个million OK 不会的话哪个 greater talk 然后剩下的 OK 剩余的 275万 全部 成4% 总共是 114千 所以你的total 就好像刚刚刚我讲了咯 其实在文件里面 MOT 算是一个 费用非常多的 比较高 对比较高 差不多是我 两天可以赚回来的 对 所以大概这个今天的就是一个短短的一个分享 所以到一个 我们来玩一个有趣的东西 有趣的东西 对对对 想一想 OK 这里观众的每一个人 如果你要买一个 You down You make You jang 的帮户 请问你要有多少钱 多少cash on hand 听着啊 这个就是cash on hand 不是用你的cash OK 就放在你的 那个一个 买那个假 买那个假 不是cash buy 是cash on hand 你要预备多少钱 预备多少钱 对对对对对 可以借银行的 看你文件够不够 ok 好来我们揭晓一下 如果是好像刚刚来说 375万的话 投机要给375千 10% MOT你刚刚要给110千 Total你要预备的是485千 所以这个啊 其实这个我们只是单单 今天的topic就是MOT 所以你可能我们只是放MOT 这样其实如果你买二手家啦 它是有另外的一些的小小的target OK 所以我们也不放这边给人家玩 我们就慢慢 就是step by step 可是现在就给你们知道一个东西 其实你不要吓到 就是买家咧 你我们cash on hand 虽然讲 要大概一个400多钱 可是我们先不用给这个400多钱先的 你也不用担心说今天你买二手家 我还要直接丢一个400多钱 不是 就是我们也不需要这样heavy 我们也可以去借银行钱的对吗 对对对 我们就是要去借银行 我们也可以去跟银行贷款 对 头期只是给3%而已 对对对 就是今天如果你是 因为这个MOT通常发生在你就是买二手家 这样其实疫情的关系咧 坦白讲啦 Bungalot都是很好买的 因为加大嘛 对 然后又有什么 穷特封 是是是是是 是那时候我们看到的 然后 像那个Aunties要讲MCO MCO 没有啦 OK就是 Volution of one 没有啦 OK如果没有看Aunties 现在应该懂啦 然后就是很多 就是Bungalot最近也是很多会买的啦 就是你也可以考虑看看 OK看你们要不要去投资 不是投资 就是买一个办公了给自己租 对对 所以如果你要知道更多的房产知识的话 欢迎你来继续的留守我们的page 我们的直播 还有subscribe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so 啊在这个短短几分钟里面 OK 不是几分钟啦 大概一个 啊二十分钟这样啦 对啊就是可以 希望可以帮助到你们 就是在这个MOT的计算法里面 对 其实为什么它是这个耳帽 为什么它是 哦原来它的细节就是一个breakdown 就是啊可以来看一下 这样如果你还没有啊 就是你刚刚才进来的也不用担心 你们这个video我们留下给你们 OK 所以你就可以啊去到我们 或者去到我们的youtube 我们也会啊 对对 post再上去啊 你可以自从看啊 你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给你的一些case study啦 对对如果日后真的是MOT的 那个的percentage有变 所以某某会再update 啊我们会再update 这个是我们是 那时我们做红课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啦 对但是这个是最update 啊对对对 好 so with that 是为什么我们跟大家说 谢谢大家的收看 OK 谢谢 就是如果这个video有帮助你们 你们给个like啦 如果你需要给一些朋友知道 在这个MOT要怎样去算的话 你可以share出去 然后也记得subscribe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OK 这个subscribe去啊 啊我们就会播更多的就是拍一些短片 或者是拍一些知识类型的东西 对对 然后怎样去买这个假的一些的 对 如果他们有什么疑问的话 想知道更多的知识的话 啊其实你们可以 comment message 我们comment在这个影片下面 如果我们说你想知道的东西 我们都会尽快的去回答你啊 啊就是说如果今天你想要了解一些topic 啊怎样的去做 你可以comment给我们知道啊 这样至少我们知道了 我们去找一些资料 找一些info 然后去整个的拍好来了 不过我们再share一个topic给你们 所以谢谢你们的时间 好 谢谢你们 我们记得like share跟subscribe 我们youtube 下个星期见 下个星期见啦 拜拜 拜拜